前几天我们发了一期视频 有1300个姐妹都建议我们现在是二胎 今天我跟猫哥想认认真认真地给大家算一笔账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收 那肯定是因为钱 我回家今天要自爆收入了呀 我是研究生毕业后 在北京的一个外企 从事了五年的化妆品研发工作 然后今年过完年 因为种种原因落词了 然后选择了自媒体这个路 我猫哥跟我同年毕业 这五年一直在国企上班 现在工资有个一万五左右吧 然后一半还房贷一半上交 你是一点面子不给我留呀 听上去我猫哥的工资 可能在北京的同龄人中拖后腿了 但我的工资其实更惨不忍睹 就虽然外企乍一听 好像很光鲜亮丽 其实我每个月的工资 税后到时候也就七八千左右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后台的自媒体收入吧 别眨眼睛啊 其实之前回家分享过 但是很多姐妹不相信 再给大家划着看一下 大家都以为是劈上去的 来动图 你们看 这是最近所有的流量收益 各变态都加一起了 你能划慢点吧 我能看见个啥呀 刚开始拍的那一年 每个月也就稳定的两三千 中间我也有个巅峰的时候 那都能过千 而且好多回呢 现在就趋于稳定了 平均每天二三百 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 不要和职场妈妈谈陪伴 也不要和全职妈妈谈工资 我现在真的两者都能见得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可以啊 我回家在家里要杂七杂八 比你上班翻好几倍吧 那必须啊 这我们家都是活节掌管财政大学 每个要工资都上交 听你这么一精打细算 你每天还挺操心的啊 咱就是说我们这家庭 在北京也算高收入了吧 不是个伙计 格局打开啊 三五万算不了啥 现在大喵一岁八个月 就还没到上学花大钱的时候呢 而且就为了更好地照顾他嘛 我们一边还了这个房的房贷 还在小区里租了一个房 就方便双方父母过来嘛 这笔钱得算他头上 走吧出去找他去 这房子应该睡醒了嘛 其实我有一个梦想 你们知道吗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能买个三十一厅 但是在北京想置换房子 真的太难了 走 走 你是看不见我吗 妈妈妈妈你 可以啊 淡小区最近那个二企交付了 后边别墅区有考虑不考虑 不考虑 给大家看看我们小区的环境 这边都是二企 我们在一企啊 之前这边都拦着铁皮 现在交房了 我是挺喜欢我们小区环境的 虽然在郊区 但是住着还挺舒服 别墅了慢点 在路边随机采访一个阿姨啊 那够吃够船都行呗 那不行 你不想给那位水在北京买个血取方呀 我想啊 把他在那个山东方子打过来就行了 哈哈哈 你现在不有大苗自己不还好点 嗯 等一会再咬日台 那压力就大了啊 哎呦不咬行吗 不要不咬那想咬吧 哈哈哈哈 你能小点谁 拽了一跤 现在老实多了 看这父子脸 我都感觉走的一毛一样 咋也不说了 加油就是干未来可气 你看我们家 这五十多次的老人还在北平呢 哈哈哈 哇到别墅去了 那你给爸爸买别墅吧 嗯 啊 那买车呢 嗯 哈哈哈 只不上孩子得靠自己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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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